欢迎收看金明天下美国的经济 接下来是会面临软着陆吗 因为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克鲁曼的观察 发现这个超级核心的通膨率 将核心通膨率进一步排除居住类 或者是二手车的成本之后 发现超级核心通膨率在六月份是只有年增 百分之三点五 过去六个月的年增率更是只有百分之二点七 百分之三都不到 所以他认为未来软着陆完全是唾手可得的 而至于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从一到六月中国在美国商品的进口占比 预计十五年来将会首次的从第一位跌落了 美国商务部计算 一到五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金额 一千六百九十亿美元 占了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三点四 这比去年同期要低了三点三个百分点 而另外MF现在也认为说 中国大陆的内需是开始下降 市场投资也是趋于比较疲软 出口现在也是有放缓的迹象 所以很有可能在七月二十五号 所发布最新的这个报告当中 要修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 到时候很有可能是会被调降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统一证券专业副总经理吕中达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有明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微良 大家好 台大电机博士曲建仲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有明哥 我们看到美国最新公布六月份 包括CPI还有PPI都出现了 这个下滑的一个情况 所以抗通膨是真的已经奏效了吗 而且联准会的英王 马上八月中也要离开 现在是鸽派的士气大振 有人上台会有契助行情 但是有人下台会有契助行情 这个就是下台之后的话 这个举国欢腾 全世界都这个鼓掌 那因为英王布拉德这个地方呢 他八月十四号就要辞职了 所以最近其实就一直在上演 这个庆祝英王下台 鸽派抬头的一个行情 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 因为最新公布出来的 不管是PPI也好CPI PPI的话是年增0.1% 然后CPI的话是年增3% 那当你看到3%的时候 其实距离这个FED的目标 通膨目标2%就不远了 那现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 最近美元几乎是跳水式的一个下跌 那跳水式下跌的一个同时 把所有的亚洲货币 基本上都拉上去 不过最近其实升值比较快的 应该是欧元 亚币这边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 那这一块的话原则上的话 就是代表什么 就资金行情再继续澎湃 但是我们回头来去看一下 景气有没有跟上 如果以景气的角度来讲的话 确实是没有 但是现在的资本市场里面 这个涨势不断的在扩延 那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涨势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体值 比较差的一些股票 然后最近的大摩 虽然他一直都是看空的空头总司令 但是我觉得他提醒大家的 其实是不以人费言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他说到体值比较差的一些股票 然后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蔓延 高风险的一些股票 我们常定义成迷因股 然后迷因股最近都在上涨 所以就有分析师提到 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那危险的讯号跟真正的下跌 中间会有一个地沿的时间差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要放在心上 因为其实每一波上涨的一个行情 都会让大家觉得很兴奋 而忘掉了风险 那因为很多的市场资金 透过了这样的一个 松懈了之后 就不断的在做追高 所以这个很可能是 就算不是今年的尾声 他也认为应该是这个市场 在短时间之内的一个 这个行情的尾声 那大型的民营股以外 还有一些周期性的股票 这里所谓周期性的股票 就是包含景气循环股 或者是成熟型的股票 那如果以我们台湾的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电子五哥 就这种是属于周期性的 跟notebook相关 跟什么相关的 可是他们的一个上涨 都已经太多了 那超过合理范围之后的话 很可能外来会有20%的下跌 然后最近其实在VIX指数里面 就有一派的人开始慢慢的 想要去做压宝的行情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7月11号恐慌指数 它的选择权未平差 创了一个月以来的新高 就是1380万口 逼近6月份当时写下的一个最高峰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VIX指数它有一个惯性 这个惯性的话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划一条线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当你四次都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后面通常都意味着 会有一个大行情 那VIX的大行情 就等于股市的下跌 那各位可以再去看一下 这次如果划一条横线 也是两次触底之后 再怎么样都会有一个波动性的上涨 然后这次又是一个两次的一个下跌 又来到了相对的一个低档 所以最近其实在作多之宜的话 也要提醒大家 其实市场上整体是 弥卖了资金的气氛 所以要请教永明哥 之前也提过 其实大型科技股在先前 真的是涨很多了 在接下来的八九月 真的会压力比较大吗 对 每一个好的故事 它最后的一个结尾 一定都是让王子跟公主 其实都是过快乐的生活 但是他们都没有再去演 带小孩那一段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 所以原则上的话 就是当一个股市 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你回头就要去检视很多 之前你不在意的事情 那譬如说我们看到 十年期跟两年期 公在殖利率 那以最近到7月13号为止的时候 它的基差 两年期跟十年期的一个差 大概是86个基点 那这一波的一个最高的一个 那个差距倒挂的一个情况 是107个基点 所以86是从107 有稍微缩缓了一些 对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倒挂的时间 14个月 14个月的话 其实是1980到1982 当时的那个情况 也就是说历史上 这最近40年来 其实只有在当时最严重 第二次就是这里 那我们不管什么原因 造成的倒挂 倒挂就是倒挂 所以它还是意味着 未来会有衰退 那只是软着陆 跟硬着陆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按照景气 跟这个所谓倒挂之间的时间差 大概最多会有18个月 我们之前也讲过 所以换算起来的话 去年7月开始倒挂 所以明年的1月份 就是有可能衰退的开始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各位要注意一下 升息跟股市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拿联邦利率 跟这个S&P500的一个指数 来去做一个对照 那各位可以去看案例3 就04到06 它连续升息了16码 那16码之后 它地盐的时间很长 就是12个月之后 开始第一次的下跌 15个月之后开始出现大跌 那后面的地盐的时间越长 后面下跌的急速就越大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千禧年是跌一年多 但是金融海啸是跌了快两年 而且那两年的幅度 是千禧年几乎是两倍 所以地盐时间越久 下跌的幅度就越高 那这次各位可以看一下 2022到2023这段时间里面 5到5月为止 基本上是升息了20码 那7月份有可能还要再升息一次 那如果假设7月份就停在这里的话 那基本上应该会有半年的时间 会停在这个高原期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每一次升息的尾升 到利率的下跌 中间都会有一个平台区 那个平台区的话 最起码都要有半年的时间 来去观察景气的方向 那如果景气还是继续热的话 就再继续升 如果景气开始衰退的时候 它就开始要降息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 现在是弥漫在一个所谓的 我们不知道景气到底是修正的多快 但是资金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松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CPI的状况 PPI的一个状况 好 那现在回头我们来对照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美股 美股这个是纳斯达克 因为最近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是纳斯达克 这里面有包含尖牙股 这里面有包含很多的一些很重要息的 一个周期性的一些科技股 整个纳斯达克有一个周期性的惯例 这个惯性 这个惯性就是它从来没有涨超过五个月 也就是说它的月K棒 各位可以去算 12345 到五个月的红棒之后 后面就出现了黑棒 只是在于那个黑棒的大跟小 各位这样涨上去之后 下来的这一段当然是有一个世纪级的 你完全不知道很恐慌的新冠肺炎 当时还叫做武汉肺炎 对 就是在2020年的三月 那我们看一下有你看五个月 对不对 1234这是四个月 12345这是五个月 然后你看从这个新冠 疫情爆发完了之后 12345就是五个月 那各位来看一下 这一次的暴力升息的尾声 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反弹 然后见低了之后反弹 12345是不是又五个月 去看当时18年之后 18年之后的这一段 这一段是因为你的 中美贸易战完了之后 有急速的一个补库成 然后供应链的一个重整之后 台湾就是急速的下单 美国这边也急速的去下单 因为要剃掉中国那一块 那各位你再去看2020年之后 因为肺炎之后所产生出来的 是全世界的东西都在涨价 因为那时候海运的关系 对 全部都delay了 所以大家全部都在涨 可是你接下来 基本面没有这里好 但是资金面有没有比这里好 也没有 因为当时的利率低 现在的利率你再怎么样 都还是相对比较高 比较高 所以你所有的状况 如果都没有比之前好 那之前都只能涨五个月 你现在就不一定涨得到六个月 所以就变成说你的下一个月 就开始要小心了 对不对 就等于说是我们谈的 八月跟九月这一块 那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 台股的一个部分 那对照美国股市的走势的话 所以台股在八九月 压力也会很大吗 对 但是现在我们比较是要去界定出来 就是说第一个它到底会跌多久 第二个它到底跌多深 第三它跌什么股 那如果说是我们以台股的一个 结构来讲的话 因为这一波的一个上去 是黄人星效应 然后再加上下个礼拜的苏之锋效应 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 重头戏都是在AI 那我们来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AI的分身长得比本尊多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个NVIDIA 全世界其实AI最重要的应该是晶片 可是你去看NVIDIA的一个走势 其实它是一个上升带 它并不是一个喷出的行情 那更不要说AMD AMD其实相对弱 所以台湾的台积电 也没有涨这么多 台积电它也是上上下下的格局 所以如果说是以台积电的 两个周期来看的话 它一个是7月21 一个是9月8号 会有波段性的转折 那我比较觉得说9月8号 在低档的位置可能性比较高 那如果按照这样来算的话 那9月份要安排一个低档 那台湾的9月份 8月份应该是处于下跌 那如果这样再看7月份的话 那7月份应该 最近这一波就是反弹 那反弹能不能过高 17 3 4 6 其实基本上是有一点问题的 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量太大 周转率太高 所以你说就算是碰到前高 或者是小过高 都有隐含一个8 9月回档 喝了再上之后 因为接下来就是会有所谓的 半云暴的一个效应 提醒大家注意 好 刚刚有明哥但我们看到 虽然台北股市在先前 也是因为AI相关的概念股 大涨的一个带动之下 走势是相当的凌厉的 不过接下来在面临到 美股可能在8 9月 会稍微面临到压力 出现回档的情况之下 那么接下来台股 也有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走势 不过我们说到 台股接下来行情 大家还是要看全网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在海外 也是积极在扩长 而且外资最近对台积电 忽然变得非常的看好 目标价都纷纷拉高 到700块钱以上 张忠萌曾经说 全球化已死 所以现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 升温之下 大家都在争相邀请 台积电投资设厂 台积电不但是 台湾半导体的护国神山 现在很多国家 也都希望台积电 变成他们的护国神山 因为神山可以养出大树 它会把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带去 我们看其实包含在印度 因为原本鸿海 是跟印度的Vedenta集团要合作 现在告吹了 反倒转向 现在寻找要跟台积电 还有日本的半导体公司 TMH来做合作 另外日本台积电 原本就已经在日本设厂 现在还要加大投资规模 在雄本的第二座晶圆厂 预计是在2026年底之前会投产 这个部分会切入到12奈米 所以其实看起来台积电 接下来未来几年真的很忙 除了美国除了德国 整个亚洲市场 甚至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地方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积极发展本土的半导体供应链 外资最近其实抢先在法朔会之前 开始调整对台积电的看法 这里我们有几个重磅消息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高盛丢出了关于股息配发的利多消息 高盛预估在2024年的时候 台积电就有可能每一股现金股利 上调到26元 真的有可能吗 好 现在一年是配合12块钱 每一季3块钱 26块钱足足增加了一倍多 平均每一季是配合6.5元 有没有可能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说 大家会觉得说台积电 因为好像常常要大举的资本支出 可能没有办法在股利上面 有更多蒸发的空间 但事实上我算给大家看 因为台积电股本2593亿元 只要多发一块现金股利 对他来说就是要多支出259亿元 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感觉 没关系 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如果按照高盛的分析逻辑 从12块提高到26块钱 那就是要多支出3626亿元 这个越看又开始觉得这个数字 天文数字了 这不知道数到几个手指头去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 因为高盛也预估到2024年的时候 台积电的税后金利可以突破一兆 这是一个新里程碑 而且这个数字也不是只有高盛在看 这是目前整个内外之法人的共识 如果我们用一兆元 现金股利发放率大家会算对不对 就是配发的现金股利除以他的获利 那这样涮起来 这个配发率大概是67% 高或低 如果我取过去这五年 包含今年在内 台积电平均现金股利发放率是51% 所以稍微高了一些必须提高 可是因为我们知道 大概就在去年 今年乃至于明年 这三年应该会是台积电资本支出 最重大的三年 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三年 他的投资负担会比较重一点 可是未来该盖了厂盖好之后 其实他的现金流反而会更充沛 然后资本支出下降之后 我觉得他其实是不会那么费力的 更何况如果我们打开他的资产负债表 去看一下会发现台积电帐上躺着 1.38兆元 现金还有1.38兆元 所以对他们来讲游刃有余吗 我必须要说这一次我也帮外资的 700元目标价按个赞 真的是有可能 对 那究竟是我帮外资背书 还是大家一起背黑锅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其实因为台积电是一家 成长型的公司 是用本益笔评价法 那我们把它十年来的 本益笔区间找出来 那其实简单的逻辑 它的合理价就是抓它的十年 平均是在16.9倍 那什么地方是便宜的买点 就是统计学上讲的 负一个标准差14倍 那什么地方是应该调节的卖点 昂贵价就是正一个标准差22.8倍 没有学过统计学没关系 我跟大家讲 也就是说过去这十年来 台积电有超过九成以上的时间 它的本益笔就是在14倍 到22.8倍之间波动 你要比这个低更便宜很少 那个要人品大爆发 还有加上运气的加持 你要比这个高也很难看到 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脚底抹油快跑 就是有点超涨 太贵了 所以我把这个价格 已经直接试算在这边 特别用颜色区分给大家看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它会在这个范围内 现在是2023步入下半年了 我们姑且还会先用 2023的EPS来看 值得要留意的是 最近法说会前 外资上调台积电目标价 超过700 都是在700 对 可是同时下修第二季 第三季 乃至于2023全年的EPS 那你会觉得奇怪 感觉有点矛盾 是矛盾吗 其实不是 是因为今年的上半年 台积电还在景气下行周期 所以本益笔要从合理的评价模式 往便宜的区间走 但是第二季的营收获已经落底 第三季确定转折往上 然后2024年回到正成长 所以现在要开始试用是 往昂贵价的本益笔来做靠拢 逐步提升 所以你大概抓这个范围 你看看 明年往七字头走 所以是明年很有机会 是不是有依据 是有的 所以我认为 如果中长期投资台积电人 最辛苦的那一段已经挨过去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耐心 然后等待欢喜收割 不过每一次大家都在等 台积电法说会到底会释出 怎么样产业的一个景气风向球 台积电20号要举行线上法说 那么到时候 大家会怎么关注它的 在这一次的一个重点 包括AI会是这一次 大家所琢磨的焦点吗 台积电法说会 含水会结冻 点石会成金 所以每次它所讲的一些 投资的线索 就是法人跟投资人 大家在寻宝的线索 我认为总结三个重点 第一个刚才提到 海外扩厂的计划 一些不管是工程商或者是设备商 第二个先进制程3nm以下 目前的需求进度订单情况 第三个AI晶片 这个一定是必问必考题 因为AI晶片要采用 COVAS的先进封装 台积电预计有 今年的产能比去年倍增 明年要再倍增 可是这是原定计划 就我目前产业走访的消息知道 这个产能已经完完全全 没办法赶上客户暴增的需求 所以势必会有再进一步提高 在先进封装扩产的计划 已经开始供不应求了 对 所以据了解 现在一些设备上 已经接到极单的需求了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在先进制程的部分 包含EUV光照盒 跟晶圆传载盒的夹灯 其实目前刚好回测在季线附近 上升趋势线轨道 如果守住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留意 中砂最近其实终于突破了 长期以来的大宇宙 开始往上喷出 不过短线轨利比较大 有压回在留意 至于说COAS设备的三强 分别是红素 星云跟万润 其中今天有两档 就已经亮灯涨停 创波段新高 红素的部分也即将突破 我觉得这些个股 千万不要等到 就是法说会过后才去追价 反而如果未来这几天 有一些震荡的时候 大家可以斟酌看看 刚刚微量带我们看到是台积电 而且是即将举行的法说会 到时候AI晶片的封装需求 也会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AI 要特别请教曲博了 今年半导体股 其实我们说到因为AI而出现了大涨 AI风潮其实就是从这个 CHAT GPT开始 所有公司现在都已经 纷纷投入这个研发 而且现在说透过聊天 也可以来设计晶片 对 这个人工智慧的应用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设计晶片用的是这个 电子设计自动化的工具 这个我们称为EDA2 那EDA2的设计半导体的整个过程 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系统设计 就是要制定这个晶片的规格 你要先确定晶片要做什么功能 接下来才进到这个逻辑设计 逻辑设计就是要写程式 用程式去描述这个晶片的功能 这个我们称为前段设计 那再来才进到实体设计 实体设计就是要把你设计好的逻辑 转换成硬体的电路 也就是我们电晶体要怎么排列组合 这个我们称为后段设计 那电晶体排列组合的结果 就是拿去做光照 所以这个动作我们称为流片 就是tap out 所以就做光照 然后接下来就是制造 最后才做封装跟测试 那做这个IC设计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电脑辅助设计的 这种设计工具 所以所谓的电脑辅助设计 指的就是用软体 这种软体我们称为硬体描述语言 所以它是一种软体 但是它是设计晶片 也就是硬体的软体 那电晶体的设计 IC设计最重要的是前段 因为前段的逻辑 是要描述这个晶片的功能 所以最近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这个纽约大学的科学家 使用Chat GPT 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层式的AI 来设计中央处理器 不过它并不是真的 整个都丢给它设计 还做不到这个程度 它基本上只完成了 里面的一小部分 就是它做了一个 八位元的累加暂存器 它是CPU处理器里面的 一个小小的记忆体 它这么小小的 这是一个开始 这是一个实验 结果它发现 设计这个晶片 不需要学硬体描述语言 你直接用嘴巴程式 用描述告诉它 我要什么功能 它就帮你写出来 所以不需要专业的 这个硬体描述语言 直接用说人话就可以 所以以后真的很有可能 就是只要我动动嘴巴 我就真的可以设计出晶片吗 因为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 魔鬼终结者时代来临 这个电脑可以帮我们设计晶片 这非常可怕 那我们讲一下 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对 它怎么做 首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Chat GPT 它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对 所以你要用描述的方式 就是告诉电脑说 你要设计什么样的功能 接下来你描述的过程 需要给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直讲过很多次的 这个叫提示 就是Prompt 你要给它正确的提示 告诉它你要什么功能 这个时候这个大型语言模型 就会产生一个Denite.V 这是一个程式 一个档案 你再利用这个档案 去做合成跟验证 这个动作其实满复杂 要不停的修改 不停的反复验证 最后结果验证正确 就送到晶圆厂去做晶片 最后就做出一个机体电路 这一次科学家 他用了四种不同的语言模型去测试 他是做实验 用Chat GPT-4 这是最新版本的 Chat GPT-3.5 这就是大家最常用的 再来就是Bard 这个Google的聊天机器人 还有一个叫HuggingChat 这个是一个开放原始程式码的 这个模型 它的差别就是 前面这两个Chat GPT 是OpenAI的 我想这个公司 大家最近很红 Bard是Google的 这个HuggingChat 是另外一家公司 叫HuggingFest 这个科学家 他直接告诉电脑 我要设计一个 Velolog的模型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描述语言 做一个暂存器 就是刚刚我们说 累加暂存器 它必须满足下面的规格 什么规格呢 它的输入是一个时迈 这个是Reset 就是重开机 资料还有这个Enable 就是启动的功能 然后要求输出 是一个八位元的资料 所以你看 用嘴巴讲一讲 就这么简单 对 然后问这个聊天机器人说 我要怎么写一个设计 完成一个设计 满足这些规格 结果这个语言模型 就产生这个程式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程式 就是Velolog的程式 它3.5跟4的 还是有一些不同 对 会有些不同 所以我们看下面就是 最后他去做研究发现 这两个语言模型是可以的 我们回到前页 目前就是Chad GPT 3.5跟4 经过几次的反复训练 因为这个要 它事实上要经过好几次 不是一次就完成 之后发现这两个是可以用的 但是这个Bud跟HuggingChad 是调了好多次 最后都调不出来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这个实验就是认为 这个目前还是Chad GPT的这个模型 它的这个可用性是比较高的 但是Bud也是紧追在后 当然它用的是旧版的 最近Bud又有更新了 所以应该会有一些新的进度 如果以后真的可以用来写程式 你觉得这个时间会很久吗 还是马上可能就在这几年内 其实刚刚谈到很多 这个AI的这个相关概念股 股价涨翻天 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这些AI相关的股票 把未来三年的业绩 全部都涨完了 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 大家常常看到很多 涨这么多 就是反映未来三年可能的题材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事实上呢 它事实上只能够设计 整个晶片里的一小部分 不管怎么说 这个聊天机器人 它基本上只能够协助人类 完成部分的工作 所以我想 因为媒体在炒作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让不懂的人 误以为说好可怕 好像真的 甚至我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说 有一个新创 AI的新创公司的执行长 出来宣称 他说五年之内 所有的软体工程师都会失业 为什么 因为完全不需要软体工程师 就可以写程式 就像刚刚那样 但确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昨天直播的时候 就有网友问我说 对这一句话有什么看法 我就直接呛瞎 我说绝对不可能 各位等着看五年之后 资讯工程系会不会裁测掉 就灭系 就没有工程师嘛 对不对 就全部裁测掉嘛 我跟各位说绝对不可能 因为这些AI事实上 现在都是有被过度夸大的嫌疑 我们待会可以再来谈一谈 哪些地方被过度夸大 总之呢 它是一个帮手 帮助你做辅助的工作 但是主要的程式 你还是得靠自己的脑筋去想 实际的状况就是这样 所以AI被夸大这件事 当然大家也对它的这个股价 就寄予厚望 我想这个是最近这个股价 喷出来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想再过一阵子 我认为 maybe一年两年后 慢慢这些应用出去了 大家用完之后的反复 反应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或许不如预期的时候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状况 刚刚取博 但我们看到 现在IEI的运用 可能在未来会越来越广 不过说要完全的去取代 包括软体工程师的这个工作 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我们也要来关注的是 越南大家都说 现在有可能会取代 未来中国在这个世界工厂的 一个角色跟地位吗 我们看到美国财长叶伦 在下个礼拜就要出访 印度跟越南 他所做的是要强化 两个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国 对美国来说这样的一个关系 透过供应链分散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强化 美国的这个经济人性 要请教这个吕副总 好 我们先定理 美国的财政部长 在高层的领导人 顺位是第四位 仅次于总统副总统 众言议长 所以他参加完 集团体的财长会议 接着就到这个越南 这我觉得是有相当的战略意涵 他在当地 会入了政府官员 民间企业等等 但我们就要来探索 他想做什么 我想一个很重要 就是在供应链重组底下 这个任性 是美国现在越来越强调 那这个有岸外包 各位可能已经陆续 在过去的一年多 听到很热门的名词 这个名词事实上 就是叶伦提出来的 后来成为美国的国家政策 那他的逻辑就是说 我们不再像过去 我觉得你我互通有无 那他谈商业利益 比较利益的原则 国际分工 以前我们有走这个逻辑 现在美中在打贸易战 我们要先考虑 他到底是敌还是友 那我要找那个价值观理念 跟美国是一致的 那其实他就是没有直白的讲 但事实上就是他要去中化 或所谓的去风险化 你看他说降低 对少数国家在领主舰上的依赖 这个背后暗指的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那你就要想在亚太里面 他要寻找一个新的制造基地 或是说没有办法替代大陆 但至少要分散的时候 他就有岸外包 那我选择了一个越南 所以越南现在在国际的 这个制造里面 被叫做世界新工厂 还是所谓的全球工年重组 最大的赢家 那这个背后就是美国 有岸外包这个国家政策 所带出来一个整套的思维 那他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不要落入到这个 地缘政治风险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定立说 这个越南之行 它是有相当的战略高度 那接着我们看下一页 不光请教李副总 我们说到越南 他其实是在疫情之后 经济还可以连续两年成长 就是很极少数的国家之一 而且他也是去年整个亚洲 成长最快的这个经济体 不过感觉上在这几个月以来 他好像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 隐忧包括他们的股市在跌 房地产有泡沫化的疑虑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我想事情要从去年四月开始谈 到这里一年多了 他整个爆点在房地产 也在过去越南房地产商 他是透过私募的公司 在来募资 就后来发现 有几个房地产的巨头 他就涉案了 就把这个募集的钱 变成中保私囊 所以越南的监理 当他出手 管理这个公司在市场 这一管 这种新一国家 只要一管 他就挂了 就死了 所以等于这个房地产 他在募资上 就出现流动性的风险 那偏偏越南的股票市场里面 他很大的权重 就是房地产跟金融 他几乎是联动在一起 那房市的这个流动性风险 引发了一个泡沫 我来跟各位讲个数字 光今年上半年 越南倒掉的中小型的房地产商 就有十万家 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情势之严重 那当然就因为他全职太重 那房地产跟金融全职很重 就带动了股市就大跌 过去一年大概跌了三十几% 将是四成 所以大家说 这个新英国家是陨落了 越南就不再是我们过去 所看那个耀眼亮丽的表现 就这种质疑就开始跑出来 那出口的问题在哪里 全球经贸还是受创于这个 有关升息通膨 那越南的出口 当然没有办法跟他脱钩 缺电是有一点倒霉跟意外 我跟各位说 它是声音现象 因为越南没有核电 它是靠水利发电 结果这声音现象导致越南干旱 它没有水 就它的那个水库没有水 电就出不来 那这样比较讨厌 就是它是在北越 那为什么要谈北越 因为北越就是在2016年 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后 各国供应链重组 几乎大半的厂商 无论是电解或是传产 就集中在北越 正好是工厂汇聚之地 却出现了缺电 所以这大概是从去年四月 到这里一年多 我们认为是越南危机频传 好 那重点来了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要定调定性 后面怎么看 我把它叫做登大廊 所有我们现在在越南 看的这些问题 去台湾大陆都走过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 杂讯或是插曲 他从海提时代 要转到一个成熟的大人 中间就是一个过渡 我们要面对的 过渡期一定都会发现 这些状况 所以你如果开始有担心 跟不安 你就去看一下 台湾在当年走过 过去三十几年大陆也走过 各位我们发现 在2022、2023 越南基本上是亚太 所有国家里面成长率最高的 我跟各位说 历经左边这些问题 越南的总理在七月份 他自己承认 今年六点五%的目标达不到 我听完以后有点感觉说 这种在升息通膨跟衰退的阴霾 还有国家设定是六点五%的目标 目标很高 那个清除心 所以我想在往后的这段时间 一个逻辑 你就是买亚太成长率最高的越南 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 这个灰色这个是2022 红色是2023 这IMF国际货币基金所提出的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 在我们刚刚谈的美中交锋 共年重组 它有哪些优越性 首先环境来讲 各位看这个地理位置 这个地理位置有利有弊 弊就是近代霸权都在这边交锋 所以越南的历史是很惨绝人寰的 战争频繁 可是现在如果结束战争 全力在改革上发展 它这个位置变得很有利 各位看 它正好处在中国大陆 跟东协中间的交错 是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次来讲 这个印尼也类似 我说是大陆亚洲 跟海洋亚洲的交错 他说这个位置是兵家必争 在过去的战争 带来它的一个痛苦 可是现在发展经济 还变得很有利 我们引用国际关系的看法 它有个名言 地理就是国运 我的地理长什么样子 就决定我的国运 这个在越南身上反映得很鲜明 再来是人口 我谈一个东西 可能问说 为什么一定要去看越南 全球在做投资制造 会去看市值率 越南16岁以上的市值率 是96% 在我们所有看到的 这些新英国家里面 它的市值率 应该是排在很前面的 那这很现实 如果你这个国家市值率不高 即使你很勤奋 那你在那边投入很多资本支出 你光市值率不足的时候 就会造成厂商在经营上的压力 所以这个越南在人口上 有它的优势 再来它也是全世界人口 最年轻的国家之一 从25到39岁 平均占越南大概25% 所以人口红利 这叫人口红利 投资在一个 有人口红利的新英国家 也是在我们投资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逻辑 那再往下走 跟各位谈一个很特别 这是我每次只要讲越南 一定要拉出来谈 因为其他国家不太容易有 在二战之后 这七十几年 越南是非常惨痛 非常痛苦的一个国家 我要讲就是乱 他先打败法国 寻求独立自主 接着落入到二十几年 跟美国的越战 在1979年 还跟中共打一场战争 所以你可以看 在改革开放之前 几乎全部在战乱里面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国家打败了法国 打败了美国 也打败了中国 这国家你可能要尊敬一点 这不是一般国家 就是几个强权 都他的手下败将 那什么 过去我要占领你 现在我把那个意志 拿来发展经济 我在谈心 国家喜欢谈 国家领导人路线 喜欢谈整体国民的意志 这一点越南很强烈 另外就是在这两千多年来 他跟中国最好往来是秦朝 我跟你讲两千多年去看 越南所有的英雄 全部是抗中英雄 越南的道路 越南纸钞上面的人物 命名都是抗中英雄 那为什么他讲这个 中共上来了 我两千多年来 就是跟你中国拼比 那凭什么你在前面 我屈居后面 我也要往前 所以这种意志 就是说我要跟中国延续过去 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种比拼 这种意志 我觉得也是带动越南 我在谈的一个坚韧性 就来谈发展性 我去看过 所有在这个区块签的 自由贸易协定 越南是占最多的 所以他现在走的路线很清楚 我跟各方交好 你都来跟我做往来 所以自由贸易协定 FTA成为造就越南 在经营上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最后就是 我说短期你可能要审慎 可是中长期 这种国家 你买在地理的优势 买在民族的韧性 你买在人口红利 买在新世界工厂 可能在这个阶段 你不太容易找到 这么多有利的因素 但是你就是要有耐心 你把它想成就是小中国 过去30年你经历中国大陆的腾飞 未来比较长时间 这个概念就复制在越南 可是短期这个东西 可能要稍微注意小心 大概是我的一个结论 刚刚吕副总 我们看到虽然越南的经济 在这一年之内 有一些危机频传的味道 不过如果以中长期的 投资眼光来看的话 依旧是相当看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广达 因为受惠于在AI的浪潮之下 现在董事长林白礼 已经成为台湾的首富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广达因为受惠AI的浪潮 在今年股价是持续在飙涨的 结果未来现在 东上林白礼 已经成为台湾的新首富了 对 因为广达今年股价 涨了1.7倍 当然林白礼的身价 就跟着水涨船高 其实他成为台湾首富 大家最惊讶的是 瞧瞧的竟然就是超越了郭台铭 这个成为大概这两天 整个市场上最劲爆的话题 事实上整个广达的发展 我觉得它就像是台湾 科技世代的缩影 因为广达从笔电到云端 到现在的AI伺服器 这一浪接一浪越来越大 越来越猛 所以因为他看到整个AI的趋势之后 林白礼现年已经74岁了 他本来70岁就想要退休 他现在觉得AI这个市场 实在太好玩了 所以他计划延后退休 80岁以后再退休 所以看起来 未来的广达应该还很有戏 不过说到林白礼 其实他在上海出生 没多久后 在幼儿时期 苦难时期就逃到香港 后来又辗转来到台湾 苦读念到台湾的台大电机系 这个算是明星学校的明星科系 所以他这个工程师的背景 跟他的性格 当然也影响到的 他的企业经营哲学 他信奉的就是所谓的乌龟哲学 我们知道因为乌龟其实就是 可是乌龟行动很缓慢 慢慢来 但是更重要就是很踏实 踩稳一步再往前一步 所以在企业商场上 看起来广达就像是 龟兔赛跑里面那一只 不断的往前进的乌龟 事实上广达是1988年成立的 当时共同创办人之一的 就是梁次正 他也是现在广达的副董事长 他们在1998年的时候 笔记型电脑的出货量 首度突破100万台 可是才经过短短的三年 到了2001年的时候 已经变成全球最大的笔电制造商了 出货量多少 突破了7500万台 三年的时间暴增超过70倍 你看是不是超级猛的 事实上我觉得林白里 他一直有非常前瞻的眼光 脚步虽然像乌龟是慢的 可是我觉得他的眼光 简直就像是老鹰一样 特别远的视野 因为刚才提到从笔电 然后他在大概2010年左右 其实他就已经看到云端的发展 我们最近在谈的AI 其实他在6年前 就已经在谈论 一定要跨入AI 可是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 这么厉害的广达 他1999年挂牌上市不久后 曾经冲到850元当过股王 大家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你对广达前几年印象都是股价 好像就是百元以下 可能80几附近 那他如何从850剩下 10分之1 80 只要从另外一段恩怨情仇来谈起 好 不过我们说到林白里 大家经常就会去谈到 他跟鸿海的创办人 郭台铭之间的恩怨情仇 对 就是鸿海 因为鸿海其实早期 就是以连接器起家的 那连接器跟笔电 其实算是上下有关系 所以为了要打入广达这个大客户 那当时郭台铭的已故前夫人 林淑儒 他还特别去打听到说 林白里爱吃水饺 所以他们邀请林白里 然后还亲自包水饺 然后下厨煮给他吃 所以两个人就结交了 长达30年的郝友情 而且大家知道 霸气如郭台铭的商场强人 事实上看到林白里 私底下他都是称呼他大哥 因为毕竟是有当初广达 推这么一把 可能才有鸿海这么强大的根基 不过在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林白里的健康亮的红灯 呈现半退休状态 然后市场就传出 鸿海想要趁虚趁落 并吞广达 有这样的传言说还要并广大 对 打入笔店的市场 为了这件事情 郭台铭还亲口承诺说 不会 大哥 我跟你保证 我一定不会踏入到笔店这个市场 不会碰NB组装 对 你走你的桥 我走我的路 结果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后 因为鸿海的业绩掉了 为了股东 为了员工 只好打破承诺 没想到鸿海还是切入到NB的组装代工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 双方真的 这个关系从台面上打到台面下 开始变得非常紧张 除了NB之外 后来就是在云端的这个战场 在2010年的尾牙的时候 广达林白里董事长 就上台告诉大家 我们不会去蓝海市场 因为任何的蓝海 到后来都会变红海 言下之意就是红海到哪里 那个消费性电子产品 最后都是沙价流血竞争 我们要带大家上云端 所以广达先切入云端之后 所以它这个鸿海指的 其实就是亦有所指 对 指的是沙价流血 结果广达进入到云端市场 没多久之后 鸿海也跟着也来云端市场 一路的厮杀扭打 然后打到哪里 打到苹果 因为本来广达是最主要的 Apple Watch的组装代工厂 结果没想到 后来鸿海也趁机切进 Apple Watch的第二代 所以我想目前两家公司的恩怨情仇 在今年真的是话题难到最高点 因为股价也一直在 今年5月19号 广达收109 鸿海收103 终于形成黄金交叉 现在广达一度还超过200 看起来鸿海的股价 有点看不到车尾灯了 未来AI的性战场 会怎么样打下去 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说AI超围的 执行长苏之锋 下个礼拜一要来台湾了 那么AI概念股 最近成了当充客的聚集地 这会不会让市场也开始担心 成为航海王的翻版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台股在昨天爆出了 超过4600亿的量 而且有名的 今天也是超过了4000亿 我们说这么大的量 很多当充客锁定的 都是AI相关的概念 对 所以现在台股 只有两种股票 一个叫AI股 一个叫不是AI股 不是AI股 那现在很多人是说 那不然打不赢我就加入 那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 就是AI股 其实跟某一时间点的 这个航海王 其实有点像 那对大家来讲说 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比呢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还真的能够比 历史都在重复 只是用不同的面貌 不同的包装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航海王当时是 杨明 长龙跟万海 现在的AI 我们就是以最重要的五哥 比如说伟创广达跟音业达 那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去比呢 第一个他们有相似处 牌子老 股本大 好进出 市场不怕诚信 只怕不涨 因为你不会去怀疑广达 音业达这种公司会倒 然后再来 都是大家印象中的万年必花 鸡肋股跟牛皮股 所以他相对来讲筹码就稳定 因为根本之前不会有人碰 那主力大户没有人要 他就往上建仓 在涨的过程中 那起涨的中期法人就会捕刀 然后推波助澜 但是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分身比本尊强 就是你不管怎么看伟创跟广达 其实涨的都比NVIDIA多 NVIDIA只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所谓黄人星缺口 除了那个缺口以外 他所有后面的涨幅 都是输台湾的伺服器相关的一个股票 礼拜一的时候苏之锋要来 我们应该再去想一件事情 苏之锋后面还有谁可以来 对 如果没有人可以再来的时候 那他的股价的高峰速 就落在这个时候最澎湃的位置 那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就算他下个礼拜一要来 会讲出很竞票的话 但是我认为他再怎么样 也讲不出比黄人星更猛的东西 所以回头的话我们来去看 如果拿AI跟航海王来比的话 各位你还记得 当初万海的这一段吗 来到了2021年7月1号 353那天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天发生什么现象 就那天是涨停打开 就是他是整理完了之后 很多人之前其实已经都觉得太高 但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大家都被逼上梁山 就一直涨停 所以后来涨停完了之后 一涨停的时候 他跑去追所有其他的航运股 但是航运股就是在那个时候 万海打开 一打开了之后 你才发现后面这一段 都是超过70%的当冲 股票就一直跌 而且都不是法人买的 现在其实也是 伪创其实在昨天 已经涨停打开了 对 只是说今天 因为分盘交易的关系还硬做 做到礼拜一苏之峰来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 所有的当冲率都60% 而且法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在买 所以这里就要特别小心 会不会是航海网2.0版 好 不过我们说到AI 稍后要回来关注的是 Google研发的这个Bar 现在推出了繁体的中文版 它号称是更加的人性化 是有机会返回一层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来关心 好 Google推出的这个Bar 现在已经有繁体中文版 要请教曲博 它说是有六大更新 可以更加的人性化 它真的有机会可以扳回一层吗 所以我要先提醒大家就是 其实这一波用的这个GPT的模型 它这个GPT的T叫做Transformer 叫做变化模型 这个模型的发明是Google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 其实大家都一直谈 OpenAI多厉害多厉害 但实际上OpenAI 用的这个Chat GPT 它原来前一代的模型 就是Google推出来的 所以Google在这个 聊天机器人的部分 我认为它只要给它一点时间做调整 它不会输OpenAI很多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推出这个Bud 那这一次它是更新版本 然后就支援更多的语言 包含这个中文 德文 西班牙文 阿拉伯文 其实你只要给它足够的训练资料 它基本上就可以 各种语文都可以 这个本来就是这种模型的特色 那这个OpenAI用的东西 是更适合来做创造的东西 譬如说它可以用OpenAI 来设定更多广泛的应用 这个是OpenAI的特色 但是这个Google的这个聊天机器人 你看这边讲到这个Chat GPT 比较适合这个创意的格式 譬如说诗歌 程式码 脚本 就是创造新的东西 所以说两者的那个擅长 是不一样 Bud的回应它比较是一个 深层识域训练转化模型 所以它是一种 可以做事实语言的模型 就是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 大家永远要记得就是 聊天机器人 不管你是用Chat GPT 或是OpenAI或者是Bud 这两种基本上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这个我之前的节目有介绍过 就是它事实上是在 臭文字算机率 所以它算机率